習近平的反對派 他們可能在給他挖一些坑 製造一些國際上的 尤其是美國對他的一些不利的形勢吧 之前就是習近平出了很多的政策 打擊到了很多就是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讓美國投資人有非常多的損失 那前不久就是George Soros 他發了兩篇文章 基本上都是在抨擊中國和習近平的 那據我所知 索羅斯他其實對沖基金 他不是長期投資者 他應該是做空 那我反推出來有可能 就是習近平的反對派是想要聯合到 他們所熟悉的這些國際資本 給他造成一次金融上的打擊 然後來影響他的連任 那可能他採取了預防性的先發指引的措施 直接先把這些股市給 這些公司給團滅掉 這只是我的一些想法 有可能在以後才能看到 就是索羅斯在其中做了哪些的一些動作吧 那我覺得可能這算是他的反對勢力 在國內空間很小的情況下聯合 就是可能美國或是外部的勢力 對他進行了一次行動 這是我的一個猜想 好的 謝謝 謝謝您 我們再來歡迎彎彎 來 您在我們現場 彎彎 好 先跟線上朋友 蘇維森 我想問一下明老師 因為我看一下上個月 中國整體的經濟數據 它是整體在下滑的 然後最近的中國的藏欄外交 然後針對到台灣 然後現在連歐美的各國也紛紛的開始 就是非常重視台灣了 那我個人的想法就是說 一旦他們經濟下滑 因為他之前都在打一堆的民營企業 所以已經會造成他們經濟的下滑 所以我想說他們對於就是說 對於台灣的那種恫嚇的動作 因為我個人認為他要去打的機率不高 但是他恫嚇的那個強度應該會加強 這是我個人看法 然後再加上是美國 因為阿富汗的問題 好像就是被歐美很多的國家 就是感覺他們測軍測的比較不好 所以我想說他們到時候美國之後 對於印太策略 比如說對台灣南海問題 會不會因為阿富汗問題之後 他想要去扭轉大家對美國的信心 然後可能會對台灣跟南海 會做一個比較大規模的一些的動作 我想就這兩個問題 想問一下明老師 他個人他有怎樣的看法 很謝謝 好的也謝謝 這個其實我本來想問明老師的 你先幫我問 好我們再歡迎另外一位查先生 Mr.T 查先生 你好你好 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 所以向明老師請教 因為今天 昨天 應該是北京的 8月31號 我看了一個多維新聞 有一個新聞的報導 報導就是說 做了一個關於召開 19屆6種強會的決議 那麼主要的議程將是重點研究 前面總結中共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 和歷史經驗問題 我不知道明先生注意到這個新聞沒有 怎麼樣這個新聞做一個解讀 他總結這麼大的歷史問題 要前面的回來這些歷史問題嗎 是不是有可能像過去做那種 關於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 或者說是關於 經歷以來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 那樣的一種決議呢 有沒有可能 坦白說 這幾個問題都有相當的水平 程度都比較高 這還不是很容易應付的問題 這今天碰到高手了 第一位女士問的是說 會不會是反習派挖坑 是 真的是 反習派挖坑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習近平在上台的時候 2012年上台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判斷 我上次講過說 他會用反腐 反貪腐去奪權 但因為反貪腐就製造了很多反習派 然後反習派當中 我們說有四類人 但最危險的是第三類 就是太子黨 因為他們有錢 然後有人脈 然後有活動空間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 原來反習派想製造各種高難問題 真的想挖坑給習近平跳 那麼我們也不排除 身邊的人就是反習派 就埋伏在那裡 就內部了 內部 而且在很貼近的人 所以有些動作很奇怪 這樣才能解釋 那我們看到 就是反習派這幾年下來 事實上不是這兩年 大概他們最早的動作 差不多是2014年 2015年我們就看見 2016年開始 我們就已經很明確知道 很多事情 細節委屈都說了 包括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鬧得大 一部分就是反習派在插手 我不是說香港人不注重民主 不是說香港人不愛護香港 我是說事情發生之後 有人見縫插針 我是講這件事情 所以香港人的這個 這個愛香港情操 那大家都沒話說 問題是反習派看見這個機會 的時候想利用這個事情 只是沒有把火燒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事先已經算到這步 他認為說 你們會借這件事情搞我 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反習基地 你們有錢 有國際的資源 然後又有各種各樣的這種 這種管道跟人脈 很多會還跑到香港去看 你們以為我不知道 其實我都知道 所以我要對付香港 所以當時我對香港 比較悲觀的這原因之一 那麼這句話意義就是說 反習派曾經想利用各種機會 來搞習近平 香港是一個 台灣事件也是一個 那這個我先不說了 現在講回華爾街的問題 華爾街的問題最早是 在什麼時候爆出來呢 最早是川普要去打這個 中共的時候 打貿易戰的時候 打中共的時候 所以有人就想把這個事情 這扭過來 但是沒有特別的成功 最後呢 不是在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不是接連丟出了三張光碟嗎 說是都是跟這個拜登有關係了嗎 結果那拜登的那些 這個髒事情呢 跟習家 跟習現在上台的 台上那些高層人物呢 都有些關聯 像王岐山都有關聯 所以簡單說就是我們認為 這三張光碟呢 是反習派你們丟出來的 想要藉著美國大選 這麼大件事情 讓美國的媒體呢 藉著去打這個川普 和打拜登的時候呢 把事情先拿回頭把火燒回來 燒習近平 就沒有成功 那麼也就是說 其實呢 反習派是有這個能耐 然後也有這眼光去設計個 國際上的大坑 讓習近平跳 這現在還沒有成功罷了 所以這第一問題 將來我們還有得觀察的 而且因為華爾街的事情呢 現在開始鬧得更大了 可能往後事情會更大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點很多 這第一個 第二是彎彎先生問到了 就是說上個月的 中國到了經濟指數 應該這樣說 這是他願意讓你知道的 他不願讓你知道的 經濟指數 比如這個還要再查 你說這是個偽數字 這是絕對都是偽數字 反正比較好的數字呢 他一定會誇辣 比較壞的數字一定縮小 那麼數字出關嘛 那中共尤其如此 大家都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比較差的數字 告訴我們說 有些東西是瞞不住的 因為華爾街已經看得很清楚 所以會不會因為說 這個大陸經濟表現了 比較差了 所以會來對台灣幹什麼 會 但是不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最主要就是 我過去在別的地方說過 因為現在美國跟國際 對它壓力比較大 然後內部壓力比較大 為了要釋放壓力 為了表現出說 我能夠挑了起這個重責大人 所以我必須強硬回應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就是原來我今天沒準備說 我還準備過一陣子再說 我先問到了 我就說一下 所以如果我們的判斷沒有錯的話 過一段時間 台海附近 南海附近 乃至東海附近 會比較緊張 現在已經夠緊張了吧 還不夠緊張 你說會超越現在的軍演的規模 超越現在的緊張程度 超越現在的緊張程度 其實大概在三四個月前 當時我看得清楚 我跟你講我說過一段時間 南海會非常緊張 然後南海會超過一條航空母艦在那裡 我當時講的話 現在南海有美國的 然後有這英國的 日本的這個兩棲攻擊艦 然後中共的這個航空母也在哪裡 雖然有一段的距離 但南海四五條航空母在哪裡 已經符合我的預言 那後來我說 將來這個可能還會再 規模再大一點 如果再鬧兇一點的話 可能這個印度的船會來 然後再來就是英國的航母會往北走 那現在英國航母已經到日本去了 印度的船呢 也已經進了這個南海了 我在說什麼 我在說就是 中共的這些作為呢 激怒了國際社會 然後美國因為這次在這個阿富汗表現這麼差 它產生了一正一負的效果 所謂這個負面效果就是 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窩囊 怎麼搞成這樣子 中共說 你這麼窩囊 那表示說 你的領導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將來在台灣式問題上 你可能會出紙漏 所以現在我要好好準備 準備好之後 再等到一天出紙漏 我就要出手了 所以這個是 就是你剛剛那個王王先生講說 會不會英哲對台灣怎麼樣 會 那麼你說現在 所以後來我講說 阿富汗事件走成這樣子 對美國來說是一大打擊 但對台灣來說呢 可能是正面的情況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在阿富汗失分之後 他想要在別的地方得分 台灣恐怕是得分的好地方 你剛剛說台灣會得分 又覺得說會緊張 是 聽起來有點矛盾 不矛盾 就是因為中共要在這邊 把情況搞緊張的時候 然後拜登必須要在這邊加分 所以拜登也會加碼下來 所以你說 美國更強烈的支持 美國更強烈的支持台灣 然後中共會更大力的壓迫台灣 所以台灣就是我這幾年講了 美國跟中共都拿台灣當棋子來下 台灣的日子呢 會空前難受 但空前安全 就這個意思 空前難受 但空前安全 因為台灣對兩邊來說 都是重要的棋子 這其實都不能隨便用掉的 所以你有空之後拿來玩一下 我也拿來玩一下 台灣被玩的時候很難受 但是絕對安全 因為沒有人想把它打掉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再來Mystity的問題 我本來想說 下禮拜再說 不過您問到了嗎 因為只好說了 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消息 然後說開六中全會 一般來說呢 能夠定下會議的時間 表示說情況大體穩定 是 這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就是大家說 六中全會會不會鬥爭 通常中共習慣是 很少會在會上鬥爭 不是在會前 就是會後鬥爭 要麽就鬥得差不多了 大家有了共識了 或者有了結果了 進去開會 要麽就在會上 我們先不說 完了就下來 那上台握手 下台踢腳 我們下來再對付 好 那現在說 總結百年 因為現在不是說 這個建黨百年嗎 現在建黨百年 已經把很多的攻擊 什麼都鋪陳出來了 可是好像還沒講完 所以 過去不是有過歷史決議嗎 那這個七大的時候 有過一次決議 然後那個再來 文革之後有一個決議嗎 每一次出現大的歷史問題 決議的時候 就是把過去的事情再理一遍 告訴大家說 黨是怎麽看的問題 你們要跟著這樣看 你們的看法 不能偏離黨的看法 偏離黨的看法 那我就要整肅了 所以我要統一四場用 所以現在說 總結百年 然後這個要第三次決議 如果真的有這東西出來的話 那他的目的就是 我習近平要把過去的亂象 總結一遍 告訴大家說 我們從今後 怎麽看這件事情 定於一遍 定於一遍 這第一個 接班人問題 我看完他的文字 他這樣說的 我們要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 要他什麽等等 他講的不是說 我習近平接班人 他講的更像是我們 共產黨跟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比較像這樣的 但大家因為現在在權力鬥爭的時候 比較敏感 所以看到接班人就跳起來 我也多看了幾頁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這個話題 將來在一段時間之內 會不會被反習派拿來再做文章 還值得我們觀察 對 他沒有說他要接班 他是好像革命導師這種姿態 是 所以我們要重視接班 沒錯沒錯 對 但是這個話題 會不會被人家拿回來扭曲一下 然後說我們其實要談接班人的問題 是 那有可能的